说好的自律呢 老詹一晚上狂炫七瓶名酒 这一桌子花了差不多六万 好像也没那么土豪嘛 詹姆斯的那个自律 是经常会被媒体拿出来吹一吹的 确实啊 职业生涯二十年如一日的高水平 说他自律确实没毛病 然而可能是他年纪大了 没小时候那么能吃苦了 老詹这小子也整上点八加一了 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筛出了七个空九瓶 并且艾特勒追梦格林 李奇 保罗 还有马弗里克 卡特 看来这哥四个 昨晚是一起打醉了一场的 看这一桌子酒瓶子上全是杨文 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不过有董行的老哥说了 中间那瓶酒大概要三千人民币 最贵的是旁边那瓶八八年的杜雅克 国内大概要卖八千块 就算七瓶都是八千块 一桌子加一起也就不到六万 感觉是咱狠狠心也能消费得起的程度 嗯 又是最接近勒布朗的一回 不过话说过来 酒精这玩意儿是真的有魅力 对运动员的损伤也是真的大 之前弄为刺激退役以后 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喝了点酒 吃了点小蛋糕 不过屏幕前的看官老爷 就不用这么自律了 毕竟生活都已经够辛苦了 在累的时候该喝 就喝点吧 区别乱吃了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